每日神话 灵界中的各类生灵 他们如果做错了事 办错了差 神也有相应的天条与法令 来处置他们 这是一点都不差的 所以在神几千年的经营工作当中 有一些曾经做错事的差异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灭了 有的现在还被扣着受惩罚 这是每一个生灵所必须要面临的 做错事、做恶都得受惩罚 这与神对待神的选民和效力者 都是同样的 所以说 神无论在灵界还是在物质世界 神的做事原则是不变的 不管你看得到、看不到 神的做事原则是不变的 神是始终如一地 按着祂的原则 去对待万物、处理万物的 这是不变的 神会善待那些在外邦中活着的 比较好一点的人 也会给各个教派中 能够有好的行为 能够不作恶的人留有机会 让他们在神经营的万物中 发挥他们的作用 做他们自己该做的 同样在跟随神的人中间 对神的选民 神也按照神这样的原则 不偏待任何一个人 神善待每一个 能够真心跟随神的人 神也爱每一个 真心跟随神的人 只不过 神对于这几种人 从外邦人 到各种有信仰的人 再到神的选民 神赐给每一类人的东西不同罢了 你看外邦人 他们虽然不信神 神把他们当成畜类 但是在万物当中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口饭吃 都有一席之地 都有正常的生死轮回 作恶的受惩罚 行善的神就祝福 神就善待 是不是这样 对于有信仰的人 他们如果能够严格地 按照教规 一代一代地这样做 那他们的轮回 最后神也会给他们 一个说法 同样 今天的你们 或者是神的选民 或者是效力者 神也会按照 神所制定的行政 神所制定的条例 来规范这些人 来定这些人的结局 在这几类人中间 有信仰的各种人 就是在各个教派中的人 神是不是给了他们 神是不是给了他们生存空间了 犹太教在哪儿啊 神有没有干扰他们的信仰 不干扰 是吧 对基督教呢 也不干扰 也是让他们 按照自己的秩序 就那么守着 神也不向他们说话 也不向他们启示什么 更不向他们显明什么 你自己认为那么对 你就那么兴趣吧 天主教的人 他们信玛利亚 通过玛利亚 把消息传递给耶稣 他们是这样的一种信法 那神对他们的信仰 有没有过纠正啊 神对他们 也是放任自留 不管他们 也给他们一定的生存空间 对于伊斯兰教 佛教的人 是不是也是这样 也给他们规定了范围 让他们有他们的生存空间 神也不干扰 他们各自的信仰 这一切都是很有秩序的 在这一切事情当中 你们看见了什么 神有权柄 但是神不乱用权柄 神将万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而且有条不稳 这是神的智慧所在 也是神的全能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